和安仔有沒有拍過婚紗照? SAMMY好嘞! 嘩!好多問題 幸好SAMMY昨天上了蘋果Facebook 做Live大部分都解答了 皆大歡喜 未結婚就吹婚結 左婚就吹生仔 Fans愛SAMMY的心 SAMMY應該一早收到 所以昨天她都激寒 聊到家庭生活 何時生B 如果我知道是何時 我就是很厲害了 因為人有很多的 不認識 這個交給上天去處理 不過我想現在的心態 沒有以前的 完全是百分之二百很抗拒 但Fans問如果生女 100%像安仔 可不可以? 嘩! 我覺得其實每人每個樣子都 有可取的地方 有五個公仔 咦? 我已經很問了 我快要更年期都來 你弄五個公仔出來 所以 我覺得如果生牙 頂多兩個 我覺得太多 不用 一個是兩個 沒有半個 所以總是一個 SAMMY 你會不會是怪獸家長 你對自己這麼嚴格 唉 首先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去評論 怪不怪獸家長 其實我自己沒有當過父母 我不知道那個難處在哪裡 說父母都是緊張子女 才會變怪獸家長 至於她自己想生兒子還是生女 SAMMY就說 沒有所謂 不過有Fans問 會不會跟安仔合作拍戲 她就好有所謂了 應該不會 我不想看 我都覺得沒有人想看 你最近要看 都看你和張孝全 你們忙著宣傳新戲 今年情人節 還會在內地造勢 唉呀 又沒有安仔粉 慘慘著